哇 你看 这么大一本玫瑰啊 笑容 那个人是你的相亲对象吗 诚哥 算是吧 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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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哥的事 就像直播的事都那样 我就觉得他俩不对劲了 早就知道他俩不对劲了好吧 是吧 你要再敢跟他眉来眼去 下次恐怕要当着他面法式热门 才能打消他的念头 没有眉来眼去 你当我瞎了 知道了 你先把我头放开 不行 我他还在看着 你俩又背着我说悄悄话 比赛都快开始了 你们这样合适吗 有些人太膨胀了 想要拿万金竹 我问他想不想看见明天的太阳 当我没说 诚哥 什么 你这么做 你那个相亲对象不会吃醋吗 不会 我已经毁绝他了 但他说他不死心 非要试一试 连电竞是什么都不知道 有什么好事的 人家找男朋友又不是找工作 为什么要知道电竞是什么 因为我任性 好 比赛即将开始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BP环节 来 让我们拭目以待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 二零二零OPL决战平安镜的直播现场 我是本场的解说员 阿恒 大家好 我是最帅的解说员 硕硕 那么参加本场对决的分别是 ZGDX战队和蓝战队 相信大家对本场比赛 已经是期待已久 你傻笑什么呢 今天这比赛有意思了 解释一下 司马脸陆思诚 和他热情似火的相亲对象苏洛 不 长得一般的苏洛 还有小矮子Smelling 和暗恋他的坤 四人同台 这是什么 大大的修罗场 好 老K跟上 来啦 这五有大 可以的 好 来 好吧 小胖带着遛给童谣 什么情况啊 有见光的见光呗 YES YES 好 刚才比赛比赛 真的是打得翻唱迷迷 真的是太过瘾了 没错 我到现在还有点心潮澎湃啊 真的是ZGDX战队 对啊 刚才发挥出了他们超强的一变能力 真的不愧是第一批队的强队啊 没错 但是最一我觉得可惜的话就是 蓝战和蓝战 不万然没拿万炎竹 遇到前去carry全场了呀 真是大可不 作为一个身经买制的老牌战队 变得竞争点 竟然没有一点 咱们成竞争竞争得可太好了 绝了 走 拿给 走 怎么了 韩剧里出现这样的女人 一般女主都是怎么处理的 你这里掉了根睫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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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 莫名其妙 陆思诚 走了 祝贺你比赛胜利 谢谢 救命救命救命 我突然莫名其妙 对一个素未相识的人 有了邪恶又恶毒的想法 嗯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真的是特别奇怪的举动 类似于黄狗 在不属于它的地盘的电线杆上 偷偷叙叙 傻孩子 这叫生物应激性 顺便问一句 你在哪个电线杆上偷偷叙叙了 陆家村村口那个 诚哥 你终于敢承认我了 包装高级 品种也高级 这个给队长送花的人 有眼光又非常有诚意啊 这么大一数应该不便宜吧 诚哥 刚才那是粉丝啊 是他未婚妻送的 都进去成未婚妻了 那我们童谣怎么办 童窗共整国就这么算了 什么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出轨钟声响起 我还是没能听到你的声音 认真说声对不起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 忙着追逐 喂 你们过来 有意思吗 我是说我在基地一楼洗手 我说怎么水是绿的呢 原来我们童谣在二楼洗头呢 滚 你们有完没完 什么未婚妻 自己脑补一出戏 她近在不言中 整个你这是什么淡定表情吗 心里透支了 你都有女朋友了也不告诉我们 你拿不那么当队友啊 你这样比赛当中叫我们 怎么把我们后备安心交给你嘛 是吧 是啊 我以为诚哥不会爱上人类的 天天跟你们这样的人 相处在一起 怎么可能会不 你好 她怎么又来了 我哪儿吃的 小姐姐 你吃 很好吃的 这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 有能量 对身体好 是 是 是 你吃 很好吃的 你每天吃一包 就会天天想起我 谢谢 你干什么呢 我们的测试室里来回来 我女儿子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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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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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